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2月25日 今天呢 我们说一个比较大的话题叫尊重 那就是人与人之间 这个是从意识规则开始 从辩论开始 从意识规则开始 然后我们上上了一个最基本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想玩什么 扩展 这是我自己的理解 这个意识规则的部分是我自己的理解 部分是我自己的观察 通过在美国的议事和国会的日常生活中 他们一种观察 我提出一个概念 就是说尊重 西方的尊重到底是啥意思 这样给我们东方文化的尊重 我觉得可能很不一致的地方 那现在呢 我首先想从辩论开始 我们从国会开始 从国会的那个辩论 这是在1月3号的一个辩论 这个是对委托的辩论 我们分析一下 他这个辩论的 这说话的逻辑 我们就用逻辑分析一下 这说话的对象是对象 而不是对方 辩论 你们这个辩论呢 是之前我们也说过 辩论 在国会的辩论呢 它不是反方正方职业辩论 因为这个很容易引起矛盟 所以辩论呢 要通过主席 要通过议党 所以每一次 也就是你一个 议党是你一个假想的 你是给议党对话 而不是跟对方说话 所以就避免一种过激和情绪化 你看第一个呢 称呼 就是你给谁要对话 第二个呢 你看 共和党今天选择的该议案 说这个议案 然后直接说理由 与多年来两次不一致 这一下表明问题 矛盾在哪里 参议院和白宫之间的分歧 这是下面的更低进一层 还是直接说原因 是吧 更低进一层 更重要是啥吧 安全没有真正的 也就是说 按照这个计划执行是不能够的 来解决我们的真正安全 刚才是民主党搞错了 民主党共和党 你们改过来了 看 它是个理由 一次递进 然后呢 下面是是时候重开政府 资助 边境安全 这个呢 是强调 说话就是说 要督促同时赞成呢 该委托 该委托的意思 要把这个动音 重新再委托一下 所以呢 从这里来看呢 你根本找不到任何的 任何什么呢 任何对对方的反驳 他只是说强调自己的理由 之前呢 我们也在哪个地方讨论过 不要把达人的经历来拨持对方 我们这可能给 之前在佩德尔也讨论过 好像很多人就感觉不认同这一点 因为从小可能就培养 哎呀 你怎么去 怎么反驳对方呢 是吗 是吗 从论证呢 从对方 从观点开始 甚至从那个什么 到论证到数据 全部都指引一个政府对方错误 还有问题 在我们辩论的时候 甚至他们参加辩论 可能也都会有 是不是 也都会有这个 也都会有这样 但是真实 真正的意识辩论呢 是非常少的 我们不能说没有 是非常少的 因为那呢 因为意识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呢 是我们要有一个计划去解决问题 因为意识规则嘛 他这个国会 国家付那么多钱 不让打嘴仗的 你提出一个更好的方案 能够解决问题 还是说你提出方案更好 那我就采入你的 所以呢 你说服呢 通常呢 在国会的党代意识也比较重 说服大家呢 并不是说要强调反驳 某些某个正文 他老是正文的错误 也不是啊 而是什么 也在说明你这个优势在哪里 你这个你这个利益 原大于比 利弊 辩论是利弊的讨论 所以呢 从无论是国会的 还现实的会议 很少有直接说别人 就执意呢 这个执意呢 这个执意 我完全是没问题 我想说的是什么 是 避免主义在意义的时候 不要提对方 对方这个说 拿出一堆 那是不是完全避免的 不是 特别情况是可以有的 但措辞要非常小心 这个呢 我们以后专门说 对这 万一就是说 万一有什么问题的话 你该怎么措辞 非常小心 通常是很少见的 这个特别对话的也是 对话 对话的意思就是 我们良人对话 你别老是指责别人 这个在我们 特别是国内呢 特别多 一上来就是 要么指责这指责那 要么指责人品呢 要么指责别人读书少 要么指责别人观点不对啊 要么指责那个什么 指责他什么证据不充限 用的假字 等等这些东西 都也就这个其实 但是我们都限 我觉得很多人的讨论呢 都大量限于这个 至少在美国 它并不太多 这种情况下 所以呢 这个也限入我们 口水战也无效的 无效的那个辩论 这个是我想特别要说一下 也就是至少根据我的观察 意识方面的也可 我参加了一些会议啊 有一些包括国会的 很少有这个去指议对方人家 你要利利自己就可以了 包括内政也是 比如举个例子 别人说一加一等一三 你就不能质疑 就最简单 最傻瓜似的 你不是说别人傻 因为他们在这认知情况 也许他还有理由 你就去听得了 对不对 你觉得可能别人的论证方法 论证方法很奇特 或者明显很难 可能没有一个人同意的 但你也要尊重你的权 因为你还要表达不同权利的权利 很多时候很难说 比如说一加一对三 还有其他的一个背景 还有其他的说法 这个你要去听 这个你就避免之意 也许也是意思 是这样的 我就举个例子 但实际上不是这样 因为你在意识中很少用到 这个不只是 这个现实呢 不只是说是在 是在美国国会中用的 其实在美国现身也很少 也很少有这种记忆 比如老师上学之间 上学是吧 比如这个小孩上学 他们很少又说 你这个什么错啊 什么弄个黑少鱼这种 有这种呢 小孩就是多鼓励 因为他的业绩水平很大 你就不要去说 老师说这个错那错的 因为这是一个 非常不离谋的行为 无论是指引哪方面 对别当面的话 都是非常不离谋的行为 这是一个要特别说的 这也就是说 指引呢是有范围的 最后我在 就很多人提到 可能有人在靠地压抑啊 什么的 在告诉你怎么 有人在说 你怎么怎么记忆 怎么反驳别人啊 从论证 论典什么各方面去反驳 这个呢我想说一下科学的例子 就真正的搞科学的论文呢 其实也很好去记忆的 我们应该举个例子 我记得两篇文章嘛 随便就找两篇文章 我们看这个是 这个是2010年的 Nature的一篇文章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它里面就是说 它 我们之前说了 这个文章也是 这个真正的论文 高级的论文啥 它就是在证明自己 利用自己游历的条件 证明自己 给自己明显反驳的情况下 给自己明显不一致的话 不一致的地方 一方面就 很多方面就不理 因为有很难去 很难去证明别人的错误 是吧 你不是证明别人的错误 你是证明自己的 如果你这个文章很大 你证明别人的错误 你这个文章没人接收了 对吧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关于什么 关于那个 2010年的 2010年的 这是一个 比较 他们很多 虽然很多人私下认为 这个文章有个问题 就是说 可能没有重复 各个 就是我听过 听过一些人说 可能有些问题 但是呢 个人是不认同 但是他们私下说 就是给他人说 很少说当面和写文章 和对面说 这是非常不理由的 你们一般写文章 就是为什么要写 有什么问题 还要解决什么 是吧 然后有什么方法 就是很 你最后呢 他用什么方法 发现什么 是吧 这都是一些写文章的最基本 然后最后在讨论的时候 在讨论的时候 要很少去指引别人 我看一下 是吧 这都是图 最后你看 最后一部分就是 他的发现 发现有什么意义 能够很简单的去总结 很少去指引别人 一般都是引用别人的文章 来支持自己的观点 是吧 支持 他能支持别人的一些想法 很少有趣 这不是第一篇 如果你再举一篇的话 这个是结构性的 这个是结构性的 也就是关于晶体 一个ATP酶的一个基金 这坏这方面的 是吧 坏这方面 你可以看到 这个也是证明自己 用什么方法 没有时间去反驳别人 是吧 因为你证明自己 就是最好的反驳 这是一个 这是科学 科学呢 目前我听到一个说法 就是什么叫科学 科学有很多定义的 这个是我比较 个人比较统一的 科学就是寻找更有利的证据 你的证据比别人更好 让别人感觉更好 至少你认为写起来更好 这不让别人去判断 而不是说对比 别人多么差无多么好 不是这个意思 可以看 很少有 包括你看引用别人文献 我们可以随便看一看 有没有别人文献 结束的时候 都是自己的文献 你看引用 你看引用呢 引用别人文献 都是自己 是跟他有关的 结论 第一个 这个总结一下 第一个总结它的意义 是吧 然后呢 它有什么 目前的这个结构呢 它有什么进一步的意义 是不是 然后一些推论 甚至推论 引用一些 有的 我看引用别人文章 引用别人文章是正面 就是给别人这么一致的 给别人不一致的 有时候也会有 就明显不一致的 这个这个之前呢 我们也当时说过 说过就是辩论呢 西方的辩论呢 他们 小学什么都 都提到辩论 辩论是对错 他们不谈对错 对错是上帝来的 上帝的 人是没有资格的 他们对错的 是吧 对错是一个 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 道德上的东西 就是当面很少 很少谈这个东西 还有那个什么 还有 中国呢 最喜欢争一个 争一个对错 零和游戏 就是我对了 你就错了 互斥的 其实很多地方 两个都可能对错 都可能 虽然搞不清楚 所以呢 也就是说 这个是思维方面的 我想 我想从这方面呢 就是 从 为什么说这个 是因为 想从挪规方面 挪规方面 因为我们 说挪规 经常对话 特别是意识 那避免 我们就是文化 零和思维 带人去 那给 那给 这个意识呢 造成麻烦 很多人知道 说的意识问题 但如果你带来这个思维的话 也是去了很多 也是碰到很多问题 至少我在相信时候 也碰到很多问题 因为它这个思维在作用 其实本质上 如果我们上升一个角度 本质上就是不尊重别人 也就是西方尊重是啥 你要尊重它的个性 要尊重它的观点 你尊重 要尊重它的错误 不要去试图去指出 你要说指明你的观点就可以了 比如说 别人说一加一增三 你有一加一增二 指出 我的理由是在这 我的理由是受识的公式 钱是啥 你告诉他就得了 这很简单 是不是 你不要说你是错的 没必要说别人说 你证明你自己是对的就得了 这不错 让他自己去衡量 让别人去衡量 这个是我特别想说的吧 也就是针对我们文化 你要学意识规则很多 你学意识规则开胃的 感觉还是一塌糊涂 因为他 我的部分感觉呢 就是一个尊重 他没有一个 真正的从西方意义上 这个尊重 也就是他不自觉 虽然这个意识规则 可能用了意识规则 可能没什么问题 在辩论过程 在讨论过程 还是有 大家感觉不舒服 你会发现 西方他们 开会啊 相当的都必须有礼貌 听了就舒服 他就要尊重 尊重你的人格 尊重你这个人 尊重人 最主要是尊重你的观点 无论你观点多么荒谬 他就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 所以这个你要可以去尊重 不要去占占自己是 好像是真理 真理的主导者 一定要别人去遵循 不是这样的 如果这样的话 就可能偏离了整个对 特别对意识 对尊重之间的理解 这个尊重是前面一个 这个不是我们科学 是两把管也是两个不同用法 执意 包括执意也是 执意就是你要是怀疑 怀疑的话你就去证明去证明去证明 这是两把事 我们说尊重的是人与人之间的 今天呢 我们就说到这 希望大家 对大家有点帮助 我们从辩论 从辩论看怎么辩论 要强调呢 你要去证明自己 不是老是反驳别人 要狠笑 你是说服别人 这你资格 你要是立 立自己的观点 然后呢 就上次呢 我们整个人 整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那这个呢 也是我们在练习意识规则的时候 或者说 在与人与人自己的交往 交往的时候 跟自己的家人 各个方面 你都要去 你都要小心 都要去 有这个意识 就是慢慢就改变这个意识吧 这是我的个人的一个观察的总结 谢谢大家 今天就到这